大家好,前一段介绍南华锦先生养肠胃的乞丐蹲,得到非常多朋友的点赞和收藏。 今天继续分享南老师推荐的另外一个养肠胃的小功法六造做法。 男士说这个方法很厉害,不但帮助消化,还可以引动内在生命力。 还有一个做法,叫六造做法,是非常重要的。 这个做法有个什么好处呢? 我把秘密都给你们公开了。 六造做法帮助肠胃消化的,尤其有病的人特别注意,老年人,有病的人,经常这样做,会引动后天的生命力量。 自己生命有股力量会从丹田生起的,这叫六造做法,有的人做死了也不会乐,因为乐发不起来。 乐是个什么东西呢? 要注意乐是生理的,今天又没有伤风,感冒,又不疼痛,一切健康就叫做乐。 如果在这之外还有个乐的话,那就是病态了。 至于说进一步由健康快乐的身体,发起内在的乐,那要气脉,明点通了,才发得起来。 我们大家没有乐,不是腿痛,就是腰酸。 总有毛病在那里,有个不舒服就不叫做乐。 乐是绝对舒服,六根都舒服,绝对健康。 如果牙齿痛了,腰酸了,眼睛有毛病了,胃打嗝了,有这些状况还想发乐,怎么乐得起来? 身体都没有健康,怎么乐啊? 身体无边又健康就是乐,进一步的乐要健康以后。 慢慢起脉明点,修通了才乐。 发不起乐,不要用七只做法。 用六皂做法,两脚交叉,右边脚交到左边。 两手肘抱着膝盖头,女性膝盖要加紧,容易发乐。 有胃病的人吃过饭这么做? 帮助消化,对位比较好,比较花子蹲还厉害。 同时丹田的暖气容易发起,这叫六皂做法。 在自大圆满产定休息简说,东方出版社。 下面是男老师示范六皂做法的视频。 转自嘉林仙音里进南淮景公众号。 恒大两次去,有时候跟我讲话讲话, 一边讲,讲到高宋了,他们两个就这样了。 别人怪他。 这个恒大,这老师见面好不礼貌。 两次去就这样。 我说,你们不懂。 他在黑龙江,和本人从小做坑的, 做坑的,做坑的。 他这个是礼貌 我们走到哪方面 看起来毫不礼貌 他就惯了 他有时候讲话 讲到高雄了 一别当他走 哇 这个时候就舒服了 他是习惯从小的 这个做法 有个什么好处的 这说妹兄的 现在我都带妹兄 都带你们工婚了 都带你们公开 这叫六教做法 你说妹兄说的话 花了很多钱再告诉你 六教做帮助常为消化 幼稚要用的人 特别注意 他说老年要用 你尽量这样做 会引动生命 后接的生命力量 这个生命 自己和生命 有一股力量 会从丹田生起的 这叫六教做法 这个知道了吧 会听到啊 是否一定有可能 下次继续 好 让我们 听到 就是 游戏 我们 就